这一讲,我们将基于深度学习和强化学习的知识 讲解2015年打败人类围棋高手李世时的计算机程序AlphaGo的算法 今天是一堂轻松的课程 我们将讲解围棋的基本规则 只有让大家对围棋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才能知道计算机围棋程序的难度在哪里 从而对AlphaGo的算法有更多的理解 围棋的规则目前有三种 中国规则、日本规则和英式规则 我们这里讲解的是最简单的中国规则 中国规则只包含三条 第一,无器自体 第二,禁止全局同行 第三,地大者胜 首先,我们来看第三个规则 地大者胜 围棋是一个占地的游戏 在19乘19的棋盘上 总共有361个交叉点 黑棋先走 黑子和白子依次走到这些交叉点上 直到结束 谁占的交叉点多 谁就获胜 例如,如下棋局已经下完 尽管有一些点没有落子 但是,这361个交叉点的归属 都已经很清楚了 例如,在这句棋中 白子所占的区域 如图中浅色部分所示 而黑子所占的区域 如深色部分所示 在这句其中 黑子和白子所占的隔点数 分别是123个和238个 因此,白起获胜 当然,在占领这些隔点的时候 需要遵守一些规则 请看第一个规则 无气自体 首先是气 Liberty的概念 每颗棋子的上下左右空着的地方 都是这颗棋子的气 例如在这个局面中 一颗白子上下左右都空着 它总共有四口气 而我们需要把上下左右相连的 同样颜色的子 看成一个整体来统计气的数量 例如这三颗黑子 它们当作一个整体 气就是这些 总共有七口气 同样的道理 这一片黑子的气 就是这些 接下来就是最精彩的部分了 无气自体的规则 如果你走到一步过后 可以使对方一片棋子 处于完全无气的状态 那么根据规则 这片棋子要被移出棋盘 例如在这个局面中 中间的黑子 上下左右四口气 都被白子堵塞 它没有了气 将被提掉 移出棋盘 又如这样 白子走成这样 使中间四颗黑子 失去了所有的气 这四颗黑子 将作为一个整体 被提掉 移出棋盘 这里需要补充一点 当某一个隔点 已经没有气了 哪怕它是空着的 也不允许走到这里 这叫近者点 例如这幅图中 中间的隔点 是白方的近找点 因为白方走到这里 没有气了 但是 这个位置 却不是黑方的近找点 因为如果黑方走到这里 那么五颗黑子 连成了一个整体 它的外部 仍然是有气的 除非有一种情况 例如这样 在右边 如果白旗 走到上面空的隔点 虽然自己没有气了 但是 也可以造成 下面的黑子没有气 规则规定 当一方走到没有气的地方 能提掉对方一颗 或者几颗旗子的时候 允许他走到这里 并提掉对方的旗子 例如 白旗可以走到这里 并提掉黑方的这颗旗子 当然 这样会导致一个严重的问题 上面的局面 现在轮到黑方走旗了 黑方也可以说 我再走到下面的空格 提掉白方的旗 然后白方 也可以进一步的说 我再走到上面空格 提掉黑方的旗 这样有可能出现 循环下不完的局面 因此 我们必须有第二个规则 也是最难理解的规则 禁止全局同行 这个规则是说 双方下每一步旗后 旗盘上 黑子 白子 和空格的分布 不能和以前任何一步 完全一样 怎么理解呢 例如 在这种局面下 白旗走到上面的空格 提掉了下面这颗黑子 局面变成了这样 如果这个时候 黑旗再走到下面空格 提掉上面那颗白子 局面将会变成这样 细心的同学会发现 这个局面 和两步之前的局面 所有的黑子 白子 和空格 在旗盘上的分布 是完全一样的 换句话说 它们是全局同行的 按照禁止全局同行的规则 黑旗 是不允许马上走到这里的 这里 是这一步 黑旗的近找点 那么 黑旗应该如何走呢 黑旗可以先在别的地方 走一步 例如走到这里 现在轮到白旗走了 白旗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 白旗为了保住胜利成果 填掉空格 这样 上面那个争议就消除了 棋局可以继续进行 当然 白旗还有另一种选择 就是也在其他地方走一步 假设 他走到了这里 那么接下来轮到黑旗走了 在这种情况下 黑旗就能允许走到这个空 提掉白旗了 为什么现在又允许黑旗走到这里了呢 这是因为 现在旗盘上 比起以前 多了两颗纸 我们用红圈画了出来 这与最初的棋盘局面 黑旗 白旗 和空格的分布 不一样了 可见 禁止全局同行的规则 是为了避免出现循环的局面 保证棋局顺畅的进行 讲到这里 同学们可以想一下 在什么情况下 一片旗可以完全做活 再也不被提掉了 答案是这样 例如这片白旗 就做活了 因为白旗的中间 有两口气 黑旗 哪怕将白旗的外部 全部围住 也不可能走一步 同时封住白旗的两口气 因此 这片白旗 将不会被提掉了 我们把这两口气的位置 叫做白旗的两个眼 一片旗 需要有两个以上的眼 才能做活 最后 我们讲一下 胜负的计算方式 由于黑旗先走 具有先手优势 因此最终计算的时候 黑旗要补贴白旗一些空格 才算公平 在中国规则中 黑旗迎旗 需要额外多占3.75个子 也就是说 黑旗占地超过一半 即361个空格的一半 即180.5个 还是不够的 而是需要占到 184.25个子 以上 才算赢 为什么会有 0.25个子呢 因为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 某一个空格 黑旗和白旗 都不愿意占 这叫双火 例如下面的例子 最左边 三个空格中的任何一个 无论黑旗 还是白旗占据 另一方 只要下一颗子 就能提掉对方一片旗 这种情况下 双方都不愿意占 因此 这三个空格 将平均地分给双方 最后 我们来看一个高手对局的例子 这是2017年5月23日 阿尔法沟对证 当时的世界第一 柯杰的第一剧棋 柯杰直黑 最后占据了 184个格点 离184.25 获胜的格点数 只差0.25子 遗憾落败 这是围棋 所有规则的讲解 围棋是公认的 人类发明的 最难的棋类游戏 其难度在于 各个子没有区别 同时 一步棋产生的后果 可能要到很后面 才能被反映 难以找到一个 准确的估值函数 所以 在2015年阿尔法沟之前 历来是计算机 难以攻克的棋类游戏 最后的堡垒 同学们可以试着玩一下 体会一下其中的奥妙 接下来我要讲的是 围棋是有必胜策略的 即一定有一个上帝策略 要么是先走的人必然获胜 要么是后走的人必然获胜 我们虽然目前没有办法发现这个上帝策略 但是我们能够证明它是存在的 下面讲一下证明 这是博弈论 Him Theory中一个更广义定理的特殊情况 一个有限部 例如N部完成的零和博弈 必有必胜策略 我们可以用数学归纳法证明这个定理 首先假设N等于1 即一部游戏 也就是说棋盘上只有一个格子 将一颗棋子放在这个格子里 游戏就结束了 如图所示 方框代表棋盘 圆圈代表棋子 下面分两种情况讨论 第一种 如果我将棋子放到这个格子后 算我赢 那么我就选择先走 我将棋子放在格子里 我就赢了 第二种 如果我将棋子放在这个格子里 算我输 那么我选择后走 让对方先走 在这种情况下 对方将棋子放在格子里 他输了 我赢了 因此 一不结束的游戏 有必胜策略 接下来 假设这个定理对N成立 我们要证明对N加1成立 关键是要理解 N加1不结束的游戏 可以拆成N加1个N不结束的游戏 如图所示 根据假设 这N加1个N部的游戏 每一个都有必胜策略 接着我们分两种情况来讨论 第一种 如果这N加1个N部的游戏 都是先走的人获胜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针对上面那个N加1部的游戏 我怎么办呢 我将选择后走 因为无论对方走到这N加1个格子中的任何一个 我就变成先走了 由于所有的这N加1个N部游戏 都是先走的获胜 于是我有必胜策略 于是我获胜了 第二种情况 这N加1个N部游戏中 至少有一个游戏是后走的人获胜 那么我怎么办呢 不识一般性 假设下面第一个N部游戏是后走的人获胜 就是图中画红圈的这个 那么我如何玩这个N加1部游戏呢 这种情况下 我选择先走 我直接走到第一个格子里 引导游戏到达红圈这里 由于在红圈这个N部游戏是后走的人获胜 那么此时无论对方怎么走 我是后走 我有必胜策略 这就基本上完成了证明 还差最后一步 围棋是有限不结束的游戏吗 这也很容易证明 围棋总共有361个格点 每个格点有黑子白子五子三种状态 总共有3的361次方种不同的起盘状态 根据禁止全局同行规则 每走一步必须让整个起盘状态不同 因此最多经过3的361次方步游戏一定结束 当然了实际的选择没这么多 但这个证明足以说明围棋是有限不结束的游戏 这节课我们讲解了围棋的规则和围棋必胜策略的证明 留意到思考题给大家 同学们通过围棋的规则 能否总结出为什么围棋计算机程序很难写呢 难点在哪里 你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这些难点呢 下一节课我们将开始讲解 阿尔法构围棋程序的算法 本讲就到这里 谢谢同学们 本节课은明国有个 Vital者序的算法 作词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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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